从银书写起乘,爱上看图写画。 看一看。 在游乐场发生了什么吧? 嗯,铅笔在玩旋转木马的时候,一高兴就在木马上写起字来,然后橡皮看见了,就把铅笔写的字擦掉了。 很棒,你准确地把这个故事讲了出来。 我们在观察两幅、三幅或者多幅图时,要耐心地把图画都看完,才能了解故事的大概情节。 我知道了,我刚才太心急了。 观观行,你觉得这三幅图中哪一幅最重要呢? 我觉得是第三幅,因为从图片上可以看出橡皮刃为铅笔,把字写在旋转木马上是不对的,而且还把字擦掉了。 这幅图告诉我们不要在公共场所乱图乱画。 你说得真好。 找出了最重要的图之后,我们就要把这幅图的内容生动地描写出来,把这幅图想要说明的道理讲出来。 嗯,那蔡寨夫,我们要怎么做呢? 你想一想,橡皮为什么要擦掉铅笔写在木马上的字呢? 擦掉字之后,它会对铅笔说些什么呢? 铅笔会有什么反应呢? 嗯,橡皮可能觉得游乐园的旋转木马是公共物品,怎么能在上面胡乱写字呢? 这样会把木马弄脏的,木马就不漂亮了。 然后,它就用自己的双手认真地擦拭铅笔在上面乱写的字。 真棒,冠冠熊! 不过你还漏掉了一个问题哦,你觉得铅笔会有什么反应呢? 嘿嘿嘿嘿,你刚刚说的太多了,我就忘了。 铅笔的反应呀,哦,它看到橡皮认真的把木马擦得干干净净,应该会为自己破坏木马的行为修红了脸吧。 说得很合理呢,铅笔为自己做了错事而不好意思了。 嘿嘿,那我们要怎么观察图一和图二呢? 观察这图一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观察时间、地点、人物 你看图一的月亮又大又圆 游乐场里只有坐在旋转木马上的文具们 而观察图二的时候 你就要认真观察人物的动作 比如铅笔低着头在木马上写字 橡皮紧紧地盯着它 而钢笔好像并没有发现 眼睛在看着远处的摩天轮 这样呀,我懂了 冠冠熊,请你快来讲讲这个有趣的故事吧 一天夜里,月亮又大又圆 钢笔、铅笔和橡皮偷偷溜出书包来到游乐场 它们一起玩起了旋转木马 玩着玩着,铅笔开始在木马上写字 橡皮发现了,紧紧地盯着它 并且用自己的双手把木马上的字迹擦得干干净净 而钢笔好像并没有发现 眼睛在看着远处的摩天轮 后来,橡皮告诉铅笔破坏公共物品是不对的 这样,木马就不漂亮了 铅笔低着头,修红了脸 冠冠熊,你讲得真好 请你也编一个关于钢笔、铅笔和橡皮的故事吧 想好后,先画一画,再写一写 记得分享哦,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